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日里除了刷刷手机 最爱的事情就是打理她那几株宝贝兰花 想到这里 我察觉出了某些不对劲的地方 妻子那最爱的兰花 如今却无精打采地粘了 仔细打量一下花盆中那干燥的土壤 明显是很多天没有浇过水了 要知道 她以前可是一天一浇 每次还有固定的分量 我好几次想要帮助她 讨个欢心 反而被她训斥了一番 就在此时 妻子的电话打了过来 我连忙接通 却忍不住留了个心眼问道 宝贝 你现在在家里吗 妻子却显得有些烦躁 嗯 嗯 我现在在外面啊 怎么了 老公 于是我继续问道 这不是我出差快结束了吗 想问问你有什么想要的 知道我要回来的消息 妻子明显高兴了不少 她连连喊道 那 那太好了呀 人家 可想你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回应却含糊不清 你究竟在哪里呀 亲爱的 为什么喘得这么厉害 随后我听见啪的一声 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 我现在在菜市场啊 这不是想到你这几天要回来了 买了几百块钱的肉 准备犒劳你 但实在太重了 累死我了 听见妻子这么说 我连忙告诉她 你就在菜市场门口呆着 我马上过去 而妻子则在那头慌张地喊道 不用了 不用了 你在家里呆着就好了 我没顾得上听她的说辞 连忙下楼开着车前往了菜市场 妻子有些晕车 所以我一直没想让她考驾照来着 却没有想到 给她生活带来了那么多的不便 这次过后 说什么也让她去考个驾照 没过多久 我总算到了菜市场门口 妻子脚边放着几袋沉甸甸的肉 百无聊赖地玩着手机 我连忙打开 车门冲到了她身边 准备给她一个久别重逢的亲吻 但妻子却慌万地推开我 略带一些嫌弃地说道 我出了一身汗 别弄到你身上 这句话让我愣了一下 不过看着妻子额头上密密麻麻的汗珠 和那红韵的面色 我还是压抑住了心头的不快 连忙招呼道 辛苦了老婆了 快上车吧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却听见一个由远到近的呼声 等等 等等 发票没拿 我们一扭头 却看见猪肉档的店主 挥舞着手中的白色纸条走了过来 哟 幸运你小子初差回来了 难怪你老婆托人来买了十几斤猪肉 原来是为你准备的呀 这个猪肉铺的老板谢子谦 是我小学同学 所以比较熟悉 面对她的调侃 妻子原本红润的面色更加诱人 羞答答地低着头 避开了我们的视线 哈哈哈哈 大妹子还害羞了 随后她将手中的发票 递到我手里 扭头走了 我低头扫视了一眼 却看见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曹妍 这个曹妍是谁呀 面对我的询问 妻子的神情却有些不自然 没什么 就是隔壁的一位大姐 她老公也经常出差 所以我们会相互帮衬 我点了点头 拿起猪肉塞到了后备箱里 但准备开车的时候却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妻子并没有选择坐在副驾驶上 而是选择了后排的座位 我顿时心中有些不适 和妻子已经快半个月没有见面 就算她因为一身汗水 不想和我有过多接触 但我还是希望她能坐在副驾驶上 和我聊一聊最近的状况 就当我扭头准备劝妻子 坐回副驾驶的时候 却发现她已经依靠着座椅 陷入了甜美的梦想 一滴滴圆润的汗水 顺着妻子修长的脖梗一路下滑 打湿了她那件白色的衬衫 这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 妻子出来买菜 居然连内衣都没有穿 透过柔软的布料 对我一览无语 我皱了皱眉 却没有吵醒她 只是准备擦掉她脸上的汗水 回家再谈这件事 但当我拿着毛巾 擦拭妻子的面庞时 却惊讶地发现 在她嘴角还残留着一根黑色卷曲的毛发 我有些困惑地拿起毛发看了看 却闻到了一股浓厚的腥臭味 我想了想 可能是妻子在菜市场碰到了动物毛吧 随后将手中的黑色毛发扔出窗外 开车回家去了 到家后 妻子也缓缓地苏醒 神态看起来自然了不少 她开心地扑到我的怀里问道 怎么突然就回家了呀 也不给我说一声 这时我才突然想到 先前通电话的时候 妻子的反应 明显已经知道我在家中 于是我也随口问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家里的吗 妻子愣了一下 随后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又不是傻瓜 你让我留在菜市场等你 这不就说明你提前回家 想要给我一个惊喜吗 我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心中一暖 她还是那么了解我的心思 顶着猪肉 我们手牵手着 开始往家中走去 但当要进入家门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声音 却喊住了我们 哟 小夫妻团聚了 一个差不多三十多岁的少妇 笑盈盈地从房门内走了出来 妻子连忙介绍道 这位就是曹姐 我原本自己在家中还很寂寞 多亏了她陪我聊天 听到这句话 我连连点头致谢 真是麻烦曹姐了 我工作很忙 确实没时间陪在婉营的身旁 曹姐柔和地摆了摆手 安慰道 这才多大点事啊 你们老公出门打拼 我们这些人妻 就要在家里相互帮助呀 随后她柔和地 牵住妻子的手对我说道 不好意思 借用你妻子一下 马上还你 看到妻子交到朋友 我当然也很开心 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随后曹姐拉着妻子返回了家中 顺便还关上门 也不知道在谈些什么奇怪的东西 她教导了我一些 增进夫妻感情的办法 看着我忍俊不禁的模样 她瞠怒道 你坏死了 我一身汗 先去洗个澡 我花了很长时间 才将猪肉处理好 依次放进冰箱冷冻 听着浴室内 稀稀利利的水声 我也不由心动起来 那么久都没有和妻子亲热 反正现在也没有事情 不如 我平住呼吸 捏手捏脚地走入浴室 映入眼帘的是 妻子刚脱下来的衣服 上面浸透了她的汗香 但一个不起眼的东西 却瞬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妻子今天居然穿的是一套充满诱惑的黑色蕾丝内衣 而那失踪的内衣 此时却和内裤整整齐齐地放在一起 我只感觉到思绪一下子混乱起来 如果要说妻子是什么时候找到的内衣 那么只有可能是去曹姐家的时候 可我妻子的内衣 为什么会出现在曹姐家呢 就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 妻子突然扭开浴室的大门 走出了出来 发现我在门口愣着 她吓了一跳 连忙躲进浴室 忍不住骂道 心永年 你又犯什么神经 躲在浴室门口干什么 我此时有些烦躁 语气也变得强硬起来 都老夫老妻了 还害怕被我看一下吗 但妻子依然不依不饶地喊道 那你也给我说一声啊 你平时一个人不在家 我都习惯了 现在突然看见一个人 站在浴室门口 不吓人吗 她越说我越生气 恼怒地问道 那你为什么去菜市场 为什么不戴内衣 还把内衣留在曹姐家 听见我这么说 妻子愣住了 半想后 她颤抖着问道 你什么意思 怀疑我是吧 说到这里 我也感觉到 自己有些过火 毕竟为了等我回来 妻子买了那么多猪肉 在家中准备 但我却无论如何 都拉不下这个脸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我不是怀疑你 就是好奇 菜市场待会 我都注意到 你没穿内衣了 为什么去了曹姐家 一趟就有了 我听见妻子 深深叹了口气 随后解释道 我今天的确 没穿内衣去买菜 但这是因为 想着你回来哄你开心 我特意买了一套 诱惑的内衣 准备等你回来 创立你看 但尺寸有些不合适 所以我找隔壁的曹姐 包改了一下 现在你的疑问 我回答完毕 你满意了吗 说完这些 妻子紧紧关上了 浴室的大门 一句话都不和我说 任由我如何道歉 都无动于衷 我苦苦思紧了半天 连忙跑到隔壁敲门 只听见曹姐惊慌地喊道 谁 谁呀 我连忙解释道 是我 霍婉银的丈夫 曹姐 能麻烦你帮个忙吗 听见是我的声音 曹姐缓缓松了口气 过了许久 她才打开门 我却发现 她只裹着一条浴巾 全身上下大汗淋漓 面色红郁 你先别急哦 我刚刚在洗澡 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先跟我说一下 我连忙将自己 和妻子吵架的事情 全盘拖出 希望她能暂且 帮我安慰一下妻子 听完后 曹姐无奈地叹了口气 对我训斥道 一时间 我只感觉到怒火中烧 忍不住怒喝道 你和谁是贫呢 还要不要脸了 我猛地想推开房门 冲进去抓个人赃巨货 此时此刻 我完全确认 妻子已经背叛了我 毕竟她脸上的 那种谄媚和满足 是我完全没有 见过的模样 一想到有个男人 趁着我离开 完全占有了妻子 甚至当我返回家中时 妻子还瞒着我 和她纠缠不清 我只感觉到 身体因为气氛 在颤抖起来 心却冷得可怕 哐当 一声脆响 一条铁链 突然挡在了我的面前 那是原本为了我不在家中 保护妻子设置的门链 如今却挡住了我的去路 不得不说 真是讽刺极了 我忍不住大喝一声 硬生生踹开了房门 冲进了房间 面对我的到来 妻子慌张到了极点 整个人抖得和筛子一样 她结结巴巴地说道 老公 你这是干什么呀 有什么事情 不能好好说吗 好好说 我忍不住冷笑出来 我在家里 你还需要锁门啊 怎么 有事情在瞒着我呀 一边说着 我将妻子因为惊恐 扔在一旁的手机拿了起来 准备看看 那个奸夫是谁 但因为我眼帘的 却是一部 还没停止的电影 我一时间愣在原地 感觉到有些头晕目眩 原本对妻子的质问 如今也说不上 就在此时 突然有人敲响了 我们家的大门 我顿时感觉到 有些惊慌 可能是我过激的动作 吸引了邻居的注意力 我有些为难地 看向妻子 却不知道如何解释 沉思了片刻后 只能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想找你谈谈 却在门口听见了你的声音 我把门打开 就看见你对着手机说话 以为你在和巨夫视频 此时的妻子 没有说些什么 任由慌望的长发 遮住了自己的面庞 一直到门外 传来曹姐的呼喊和询问 妻子才缓缓说道 老公你别乱想 先出去应付一下曹姐吧 我穿了衣服就过来 我沉默着点了点头 扭头走出了房门 不穿口 我看到了几个陌生的头像 明显和妻子 最近互动了很多 甚至被她设为了置顶 这可是我的都没有获得的待遇 就当我想点进去看看的时候 妻子却穿好衣服 走出了房间问道 老公 我手机在你那里吗 看着屏幕上那微信的图标 妻子愣了一下 随后愤怒地问道 好啊 你现在是彻底不信任我了 还准备查看一下 我的聊天记录是吧 面对妻子破罐子破摔的 癫狂表情 我犹豫了 明明只要点进那几个头像 看一下聊天记录 真相就能大白 但我现在还真不敢当着妻子的面 去查看她的聊天记录 不然 我们那摇摇欲坠的婚姻 真的就要结束了 我连忙把手机递到妻子手里 安慰道 老婆 你别乱想 我只是关掉了你看的小视频 然后微信自己跳了出来 老婆一把夺国手机塞到兜里 扭头去开门了 敲门的是曹姐 此时她的穿着真丝睡袍 一脸担忧地问道 怎么了 你们家好像刚刚发出了很大的响声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准备等妻子将我发疯的事情全部说出 但妻子勉强挤出了一个微笑 解释道 没事 家里门锁坏了 我老公在修呢 听见妻子这么说 曹姐也就没再多问 你们小两口没吵架就行 随后 妻子和曹姐低声交流了几句 我虽然很好奇他们说的什么 但声音实在太小 什么都听不见 等曹姐走后 妻子对我摆了摆手说 老公 咱们该好好谈谈了 我沉重地点了点头 准备面对妻子的说教 但这一次 妻子却依反常态 她温柔地抱住我 安慰道 我知道你出差很累 有时候会胡思乱想 但我真的很爱你 你放心 我不会离开你的 妻子的话 着实温暖了我的心 但我心中还是有些疑问 对不起 宝贝 我应该多信任你一点 但我实在搞不懂 明明我在家中 你有需求可以找我呀 妻子听完冷哼了一声 白天才刚和你吵完架 晚上就去找你 你当我不要脸啊 我心想也是 不免生起了一些愧疚 连忙抱紧妻子诚恳道 对不起 亲爱的 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吧 妻子没有说话 而是将双腿 环绕在了我的腰间 在我耳畔说道 那要看你能不能 把我抱到床上去了 我忍不住喘了口粗气 全身顿时充满了力量 连忙抱着妻子 返回了房间 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 我才腰酸背痛地起床 扭头一看 妻子已经不在身旁 听着楼下的水声 她应该刚起来不久 我暂时不想起床 扭头就准备去拿 床头柜上的手机 刷回视频 但好巧不巧的是 妻子的手机 和我的放在一起充电 我犹豫了再三 又听了听楼下的水声 在确定妻子 短时间内不会回来后 我还是打开了 妻子的手机 映入眼帘的是 我们的结婚照 两个人甜美的笑容 紧紧相拥 随后我点开了妻子的微信 准备查看一番 但让我感觉到不对劲的是 我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些聊天记录 此时却被删得干干净净 我凭借记忆里的那几张头像 在妻子的通讯录里寻找了一番 要说光看名字的话 没有丝毫异常 比如曹姐 王姐 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点进他们的朋友圈 也都是些人气的日常生活 老公 孩子 洗衣做饭这些 看不出半点问题 我如是重负地讲 妻子的手机放回原位 但心中却还是平静不下来 这让我不免有些苦恼 明明找不到任何妻子出轨的证据 为什么就是感觉到不对劲呢 一直到中午 妻子喊我吃饭 我却还是有些心不在焉 就在这个时候 家中的门又被人敲响 我头也不回地问道 是曹姐吗 但回应我的却是一个粗重的男生 不好意思 我是隔壁的户主于英才 曹妍是我妻子 听见这话 我连忙打开了大门 一个微微发福 但面容很是严肃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她客气地和我交流一番 随后问道 方便问你妻子几个问题吗 我连连点头将妻子叫了过来 男人脸上却闪过一丝尴尬 不过他没有迟疑太久 还是直接问道 不好意思啊 那麻烦问一下 我妻子这几天是在你们家过夜的吗 我愣了一下 看向了妻子 妻子却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对 因为我老公出差 我一个人比较怕黑 所以这几天都是让曹姐来我家陪我过夜的 真是不好意思 余英才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如是重负的表情 连忙解释道 真是麻烦了 主要是我出差回来 看了下家里的监控 却发现我曹彦夜不归宿 妻子则笑着回复道 余大哥 你别乱想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 曹姐不但在我家陪我过夜 还帮我给兰花浇水呢 此时此刻 我附和的微笑突然僵在了脸上 忍不住扭头看了一眼家中的那逐渐枯萎的兰花 得到了自己想要答案的余英才到了声谢 扭头准备回家 但我却连忙出声阻止道 等等 余大哥 咱们两家都是邻居 而且妻子都有交集 你看要是有空 咱们私下聚个餐 方便吗 原本脸上还挂着笑容的妻子 此刻却愣住了 他连忙劝道 哎呦 你在说什么呀 别的余大哥出差刚回家 不得好好休息啊 面对妻子的劝阻 我却无动于衷 紧紧地盯着余英才说道 都是邻居 咱们应该有共同话题交流 而且我也经常出差 原本想拒绝我的余英才 在听见这句话后 缓缓点了点头说道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晚上吧 随后我们两个男人相视一笑 就这么决定了今晚的饭局 但是光上门后 妻子却有些不悦地说道 干嘛非要约人家曹姐的老公出去吃饭啊 咱们就只是邻居关系 我愣愣地看着家中逐渐泛黄的兰花说道 你不也常去曹姐家做客吗 我邀请余大哥吃饭 有什么不妥吗 面对这番说辞 妻子也知道不好再拒绝 她连忙换了身衣服对我说道 那我先去找曹姐聊一下晚上去哪里 你吃完饭把碗洗了吗 看着妻子慌张离去的背影 和她那几乎没动的筷子 我默默地将食物塞进口中 只感觉到这饭菜是越来越难吃了 一直到傍晚 家门才被打开 妻子进来告诉我 余音已经决定好在哪里吃饭了 随后我们驱车前往了火锅店 热情的腾腾的烟雾下 我和余音才推杯换盏 期间我们时不时说一些趣事 也算哄得大家开心 酒过三旬 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告诉妻子 我喝得有点多了 去卫生间一趟 当来到卫生间后 我淡然地点起了一根烟 靠在墙上 没过多久 余音才也推门走了进来 我扭头问他 你用的什么理由 他笑了笑说道 火锅不干净 我有点拉肚子 我们对视一笑 但是笑完后 表情却瞬间沉重起来 我感觉我老婆出轨了 我俩几乎是同一时间 说出这句话 看着对方惊讶的眼神 我们相顾无言 给我也来根烟吧 让我先说 接过烟后 余音才的神情 变得很惆怅 我和老婆很恩爱 但因为工作原因 我经常出差 随后我就发现 他平日里打给我 联络感情的电话也少了 语气中 对我也少了很多爱意 当时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有一天出差提前回来 发现他不在家里 打电话也一直不接 我气得都快把家里砸了 随后 他吐出一口烟雾说道 然后妻子告诉我 他就在菜市场买菜 里面太吵了 他听不见铃声 我质问他的行踪 但他总能找到人 给他作证 我点了点头 随后问道 所以你就在家里 装了监控 余音才的面容苦涩起来 痛苦地摇了摇头 对呀 但根本没有办法 他白天在家里打扫家务 但一到夜里就不见踪影 接下来的 不用他说了 我知道 曹姐的借口 肯定是来到我家里 陪我妻子了 而我也实在不忍心隐瞒她 无奈地说道 于大哥 我家里的那些兰花 都快哭死了 这句话 仿佛彻底抽空了他的力气 那么高大的男人 顿时蹲在了地上 哭得气不成声 而我的心 也越来越冷 是啊 余音才确定 他妻子出轨了 但我的妻子呢 这世界上最无奈的事情 恐怕就是你明明知道 自己的妻子出轨 但你就是找不到任何证据 等哭完后 余音才缓缓站了起来 对我咬牙切齿地说道 老子辛辛苦苦一辈子 为了工作 甚至喝酒喝到胃穿孔 就是为了能给他一个好日子 这个女人居然敢出轨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此时的他双眼血红 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 于是我连忙劝道 余大哥 咱们是同病相连 我也恨 但你就不想知道 曹姐他为什么出轨 还有那个奸夫是谁吗 听罢我的话 余音才紧紧地握住拳头 艰难地抬起手 想要说些什么 最后却缓缓地放下 深深叹了口气 嘴角浮现出一个苦涩且尴尬的笑容 那行 兄弟 就按照你说的办 要说男人在抓奸的时候 真的是能展现出 无与伦比的毅力和智慧 余音才扭头洗了把脸 在我们走出卫生间的瞬间 他伸手搂住我的脖子 原本清醒的眼神一下子变得迷离起来 兄 兄弟 哥今天喝得太开心了 要是有空 咱们下次继续 此时他表现的完全和一个醉鬼 没有任何区别 我也装作昏昏沉沉的模样说道 好 哥 以后就听你的 看见我们两个醉鬼勾肩搭背的模样 妻子和曹姐连忙迎接了过来 哎呦 你看看你喝不了就不喝嘛 真是的 虽然妻子嘴上在责怪我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却在她的神情中看出了一丝轻松 接下来这饭是吃不成了 我们只能各回各家 因为我和余音才都喝酒的原因 是肯定没法开车的 在将我们好不容易安置到车上后 我听见曹姐对妻子关怀道 需要帮你交个代价吗 这个要求则被妻子婉拒了 随后她上车 动作熟练地将车辆发动 向着家中驶去 就当我困惑妻子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时候 一个交警却打着闪光灯 将车辆蓝停了下来 她拿着手电筒扫视了一眼车内 而我则继续扬装醉酒的模样 随后她敲了敲窗户问道 麻烦问一下 夫人 你丈夫喝酒了吗 妻子连连点头 解释道 啊 对 晚上有点小聚餐 她一开心就喝醉了 只能我来开车 交警点了点头 随后拿出酒精测试仪 示意妻子吹一下 在确定酒精含量没有超标后 她继续问道 很好 不是醉驾 能看一下你的驾驶证吗 听到这句话 我有些慌张 就算妻子学会了开车 但一直没去过驾校啊 但此时 妻子却平静地从钱包中拿出一个驾照递到交警手中 交警对了一下照片 夸奖道 很厉害啊 夫人 你这驾照才下来几个月 开车就已经很熟练了 接下来的话 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几个月前 就是我出差的日子 而妻子则在这段时间内 不声不响地考了驾照 甚至没告诉我一次 我心里已经开始明白 这期间 肯定发生了什么 她绝对不能告诉我的事情 等到我们返回家中的时候 妻子亮亮呛呛地搀扶着我 我洋装醉酒的模样问道 你会离开我吗 听到这个问题 妻子愣了一下 她扭头看了看我的脸 坚定地说道 我肯定不会离开你啊 老公 这以往温暖人心的话 如今在我心中 却犯不起丝毫不懒 我猴头滚动着 感觉口中弥漫的苦涩的味道 本想问问她为什么会出轨 最终却无奈地换成一句 那你只属于我一个人吗 妻子沉默着 始终没有给我任何答复 后面过了几天安稳日子 我和妻子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模样 她依旧会抽空精心照料她的兰花 只是那花叶上的枯黄 不知道需要多久才会恢复翠绿 几根早已枯死的枝条 也被她闷不作声地扔到了垃圾桶里 宝贝 公司又有要求 我需要出差一段时间 当对妻子说这些话的时候 她脸上的不舍和寂寞是真的 可是她眼中那一丝难以形容的兴奋也是真的 哦 那你路上小心点 早点回来 我会想你的 我正正望着妻子 还是忍不住问道 对我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妻子先是一愣 随后笑容都变得勉强起来 她强颜欢笑地说道 没有啊 这几天我想和你说的话都说完了 但我却仍然不死心地问道 真的没有了吗 真的没有话给我说了吗 妻子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 轻笑起来 哦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了 随后她靠近我 在我嘴唇上轻轻啄了一下 温柔地说道 老公 我爱你 但我却感觉到了一阵反胃 差点就吐了出来 我甚至连装模作样地回应她都做不到 慌慌张张地离开了家中 匆匆留下一句 我会早点回来 你照顾好自己的兰花吧 出门后 在确定没有人跟踪我后 我扭头来到了一家宾馆 余英才则在房间里等了我很久 他手中拿着一个笔记本电脑 但上面的摄像头却是我家的画面 曹妍他早就摸清了家中摄像头的位置 所以我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他出轨的证据 我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余大哥你放心吧 曹姐和我妻子早就成了利益共同体 他们之间有什么事情都会相互打掩护的 你这摄像头放在我家 肯定能发现什么 果然如我们推测的那样 没过几天 曹姐熟练地绕开监控死角来到了我家 要不是我家也有摄像头 余英才是真不敢相信 妻子出过家门 他们两个人站在客厅中 眼角带笑地互相调侃道 你家那个刚出差 你就等不及了 你不也是吗 还好意思说我 随后两个人 女人挤成一团 互相调笑起来 但余英才和我却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 只感觉热血涌上心头 但他们对一切却浑然不知 直接在客厅换起了衣服 做起了出门时的准备 为了避嫌 我和余英才同时扭过头去 避免看到对方妻子的 或许是为了缓解尴尬 她向我问道 兄弟你这摄像头藏得真好 没被你老婆发现一点痕迹啊 我无奈地苦笑起来 对呀 我把摄像头藏在她以前最爱打理的兰花之中了 但凡她上点心 早就发现这个摄像头了 此刻我们相顾无言 但眼中只有同病相连 余英才吊着一根烟在嘴边 却迟迟不肯点燃 她只是颤抖着 迟疑地问我 兄弟 你说我老婆为什么出轨呢 对于这个问题 我也没有答案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问问妻子 她为什么会选择出轨 长久的沉默后 摄像头内总算传来了 妻子们开门的声音 余英才和我换了个眼神 催促道 你下去开车跟踪他们 我这个宾馆 正对咱们小区大门 我来监视他们 我点了点头 连忙跑了下去 为了抓奸 我还租了拥有防窥窗的车辆 防止被妻子察觉 随后在余英才的指挥下 我将车停在小区门口 没多久 就看见妻子开着车 带着曹燕走了出来 我一路跟随他们 最终来到了菜市场 但这里平时就人来人往 妻子和曹燕一进去 居然真的有种 泥牛入海的感觉 我没有办法 只能把余英才也叫了过来 但我们左找右找 却还是看不到 半点妻子的痕迹 我无奈之下 随口向余英才问道 余大哥 曹姐有没有给你说过 他来菜市场 一般会买些什么 余英才思索了片刻 扭头看向了不远处的肉铺 我老婆不知道为什么 很喜欢买猪肉回来吃 说到这里 我猛然想到 那天和妻子重聚 她的借口也是买猪肉 我俩互相交流了一番信息 猛然察觉到 他们去猪肉铺的次数 实在是太平凡了 而两人口中最常提到的 一个名字则是谢子谦 我的小学同学 难道妻子的肩夫就是他吗 想到那天他的调笑 妻子害羞的眼神 我们做了最后的挣扎 向附近的商铺老板询问了 有没有见过我们的妻子 但他们的回答却是 经常见啊 他们不但在谢子谦那里买肉 还经常去人家家里做客呢 听到这些 我和余英才瞬间红了双眼 怒吼道 这个王八蛋 我们满怀 愤怒地冲进了猪肉铺 看见我的一瞬间 谢子谦还面带笑容 但下一秒 我们三人就扭打在一起 打得不可开交 别看是二打一 但谢子谦毕竟是杀猪的 手上有个把力气 我和余英才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 才将他制服 鼻青脸肿的谢子谦并不服气 纵然被我们按在地上也怒骂道 妈的 你们两个神经病 发什么疯 余英才听见这些话 咬牙切齿地说道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破坏老子的家庭 我也怒吃道 妈的 就这孩同学呢 你为什么要勾搭我妻子 面对我们的连珠炮弹 谢子谦却愣住了原地 随后他缓缓问道 我天天在肉铺工作 一个人恨不得掰着两个人用 哪有时间去勾搭别人老婆 他的语气特别诚恳 让我和余英才未知一愣 但我们还是不死心地问道 那我俩老婆 为什么一直来你这个肉铺 谢子谦不以为然地说道 找我老婆出去耍呀 他好几次给我打电话说 在你们家过夜 你们不知道吗 我和余英才不由自主地放开了他 劝道 我们是说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咱们老婆都出轨了 他们组成了人妻互助会 相互打掩护 来欺骗咱们 听见这句话的谢子谦人都傻了 他呆呆愣愣地看着我们 怎么样也想不到 自己今天突然被揍了一顿 甚至老婆都出轨了 不可能 谢子谦突然疯狂地挣脱我们跳了起来 他拿起手机 看着聊天记录说道 前几天 我老婆不是在余英才家过夜吗 他还给我打电话了 当时曹姐就在旁边 随后他又指着我说道 你狗日的 你老婆给我说 上个月他们和我妻子喝酒 喝多了 我老婆才一整夜没接我电话 他浑身颤抖着 在屋内来回走动 怎么样都不肯相信我们的说辞 我和余英才没有在劝什么 只是灰头土脸地坐在一旁 无奈地看着他 或许谢子谦也知道不能这样逃避 他苦笑地掏出了烟 递到了我们手上 说道 我想给我老婆打个电话 我们默契地点了点头 同时拿出了手机 老婆 你现在在哪里呀 啊 老公 我在曹姐家啊 嗯 嗯 我在晚银家看兰花呢 哈 别闹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们姐妹要聚一聚 我和子谦同时挂断电话 面面相去 一时间陷入沉默 这就是我发现 妻子出轨的经历 现在 她已经成了 我的前妻了 跟她离婚后 我很快有了新的家庭 和一对可爱的龙凤胎 只是这段 被挨爱背叛的过往 迄今是我不愿提起的回忆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 本来晚银她一个人 在家中等你就不容易 还要面对你回来时的质疑 这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 都是天大的委屈 好了 你先回去哄哄她 我马上就来帮你 说完这些 曹姐关上了大门 但我好像 却在门缝中 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一闪而过 会是曹姐的老公吗 可婉盈不是说她去出差了吗 我摇摇头 感觉可能是自己看错了 后来 经过曹姐温柔的安慰 妻子总算冷静下来 勉强是愿意原谅我了 不过或许是为了惩罚我 她决定在彻底原谅我之前 和我分房睡 虽然我对这个决定很不满意 但毕竟刚刚惹妻子生气 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再触怒她比较好 晚上我迟迟睡不着 心中充满着对妻子的思念 悄悄地来到她的房门前 准备和她谈谈 但房间内 却传来了一阵魅惑人心的声音 我悄悄地拧开房门 透过门缝看去 只看见妻子手中紧紧握住手机 身体忍不住地在床上扭头 在经过一阵阵粗重的声音后 她露出了一个谄媚的表情 对手机屏幕说道 这样你满意了吗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